国足队伍六天二仗定胜负 力争去击败阿曼 然后去追平澳大利亚 不扬的话 李铁真的要面临着下课了 那么铁子到底能否带队成功取胜呢 谈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阿兴聊球 有趣又有料 我们重点跟大家聊到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方面 那就是国足接下来的比赛 很精彩 很让人期待 其中11月的11号 光棍节面对着阿曼 这一场比赛必须要赢球 而且非常重要 毕竟我们国足现在的处境很尴尬 然后到了16号将会对战澳大利亚 国足面对澳大利亚 那么在第一场比赛输了3比0 第二场比赛 虽然说我们要去击败澳大利亚 难度很大 但是最起码我们要有一个目标 要去逼贫澳大利亚 说白了要么打个0比0 要么打个1比1 千万不能再输了 再次输球的话 无论是积分还是排位 都很尴尬了 毕竟呢 6支队伍当中 你至少要打进前三名 才有机会去争夺世界杯的比赛名额 那么其中呢 这两场比赛在6天之内所举行的两场大战 对于国足 对于李铁 还有对于我们现在的规划球员 以及吴磊 还有张玉宁等核心的球员 都是有很大的挑战的 对接下来的比赛 为什么说一定要赢呢 如果打输的话 为什么说李铁 他真的要面临着下课了呢 我们再来了解到第二个方面 其中我们就必须要明确 我们国足现在处在什么地位啊 其中国足一共打了四场比赛 输了三场 仅仅赢下了一场 也就是去击败了越南战队 三负一胜的战绩 可以说呢 积分很尴尬 6支战队当中排名第五位 那么国足呢 必须要排进前三名才行啊 毕竟呢 按照规则来看 前两名的选手呢 直接进入到了世界杯的比赛 第三名呢 要去参加周济赛 也就是附加赛 才能说去争夺 接下来的比赛名额 所以呢 国足目前的情况 面对阿曼的这一场比赛 必须要赢球才行啊 如果还是输球的话 对国足 接下来想要去争取 世界杯的比赛名额 基本上呢 是不太可能的了 所以呢 那我们才表示到啊 这两场比赛必须要赢球 还有至少要保持平球 不能够输啊 如果再输 那就真的是出现的机会都没有了 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到第三个点 那么国足 李铁 还有足协的主席 陈虚员要保证我们国足去营球 到底怎么去做呢 其中据了解到 作为足协的主席 也就是陈虚员啊 他是放开了手脚 也就是给到了李铁 他自己去排兵布阵 自己去进行战术跟战略的安排 那么这就好棒了 毕竟在过去的比赛当中 李铁呢 他的用人安排 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并不是说李铁他想要派上 哪一名主力球员就能够派上他 去争夺比赛胜利的 你还要考虑到啊 陈虚员作为足协的主席 他背后的限制条件啊 因为呢 陈虚员主席呢 他更多是鼓励李铁 派上我们本土的球员啊 不能说你全部派上规划的外员啊 如果规划的外员 全部都上去打了 那么本土球员 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呢 是不是未来的比赛 要面临着被淘汰失业了呢 所以说 这背后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 那么现在来看呢 陈虚员 他作为足协的主要负责人 他放开了手脚 给到李铁 自己去安排 你只要保证引球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好办了 李铁呢 他就可以自由的 使用规划的外员 还有我们本土的球员进行结合 根据铁资 他的一个严格的作风 跟指教的风格 我个人相信 面对阿曼的比赛 我们可以成功赢下来 面对澳大利亚 我们可以成功去追凭比分 或者幸运的话 可以赢下澳大利亚 那么大家是否支持 还有认同 国足接下来 能够连续六天之内的两场比赛 能够成功拿下来 争取比赛出现的机会呢 欢迎大家做出你的点评 最后呢 也欢迎大家给阿信的视频点点赞 感谢大家的认同 我们下期接着分享 下节 我们下期再见